第483集 如今书洛这么兴奋 估计是渝城那边又出了大乱子了 所以他也是愿意听听高兴高兴的 也没忘将冯子兰也叫了过来 让我娘也听听高兴高兴 书洛皱起了眉 你知道要说什么 不就是顾家的事吗 杨如新眨背下眼睛 是 书洛急忙点头 星儿 顾家出什么事了 冯子兰一脸雾水 董文秀也跟着过来了 也是一脸的疑惑 杨如新示意书洛赶紧说 书洛搓了搓手 拿了茶杯喝了一口茶 你们不知道吧 自从顾老太爷跟邹秋月 在客栈开房被抓了之后 现在的顾家 就跟那过街老鼠似的 不过 更严重的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杨如新摇了摇头 顾昆 跟邹秋月乱来 冯子兰直接就被这个消息 给批得外交里嫩 董文秀更是一脸懵逼 怎么会这么乱呢 是啊娘 顾家可乱了 杨如新点点头 不过 先听阿洛说完了再激动 冯子兰咽了口唾沫 点点头 果然不再插话了 顾林回去 就将周秋月给毁容了 书洛扎扎一下嘴 可惜的是 我没能亲眼看到当时的情况 听说是很激烈 说是顾林那天跟疯了一样 回了娘家 将周秋月的脸 直接就挠花了 不过周秋月 可不会老实地挨揍 就反抗 然后就跟顾林打到一起 头发撕了一地 结果就出事了 顾林一看 自己头发被撕掉一大把 好家伙 情急之下 一口就将周秋月 塞帮子上一块肉给咬下来了 杨如新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咬下来了 冯子兰和董文秀 更是下意识地将手握在一起 明显都被吓到了 是啊 当时顾家满大街的找大夫 但是所有的大夫都束手无策 保住命了 那肉却弄不回去了 书洛窥叹了一声 唉 我终于理解 最毒妇人心这句话了 听说那塞帮子都漏了 也不知道吃饭时候 会不会漏饭 杨如新扑斥一声笑了 你还挺操心的 可不嘛 怎么说那是二品的上述夫人呢 我作为小老百姓 关心一下尚书大人的生活 那也是应该的呀 老天有眼哪 让他们狗咬狗了 冯子兰感慨了一句 搜求月完全是活该 这就叫恶人自由恶报 怎么那么激动啊 冯爷 原本顾林是管不着顾家的事的 但是牵扯到豆雪梅呀 还有他自己在豆家的地位 他能不疯吗 书洛撇撇嘴 表嫂 豆雪梅你记得吗 就是惦记表哥的那个 小青梅 书小少爷说什么呢 我们家大少爷 就从来没搭理过那个丫头 都是他心机重 哄骗老夫人而已 冯子兰一听不乐意了 看脸杨如新 怕自己不要脸 可不能给我家大少爷 给个弄脏了 娘 你别激动啊 我又不会生气的 杨如新哭笑不得的站起来 将冯子兰拉着坐下 然后看下了书洛 怎么又牵扯上他了 书洛顿时松了一口气 然后继续讲述 原本豆家 给豆雪梅说了一门亲事 是奎州城 范家二房的二公子 叫范东生 这人已经有了秀才功名了 明年就要参加相试 长得嘛 虽然没有我好看 但也算是军修后生 不过就是身子骨弱了一点 但是还不能算命秧子吧 当然 这些都不重要 能让豆家看上的 范家大方的大老爷 是蜀中的盐运使 妖嫂 你知道盐运使是做什么的吧 那是本朝开国的时候 高祖皇帝设置的 就是在每个产盐的地区 设立盐运司 最高长官就是盐运使 妖嫂 你别看它只是个正物品 那是油水族啊 杨如新点点头 这个他知道 古代的盐 可是关系国家稳定的物品 每个朝代 因为盐会有一大批人暴富 也会有一大批人掉脑袋 这东西在他看来 跟后代的白粉生意似的 都是暴力 蜀中自古产颈盐 盐颈比比结识 产量相当可观 范家有人做了盐运使 那的确是很牛逼的存在 原本已经相互都看中了 也满意了 趁商量着下聘呢 结果就爆出了 顾家老太爷 跟自己儿媳妇开放的丑事 书洛忽然自己忍不住 乐了起来 嘿嘿 其实窦家原本还想说 那不过是有人陷害 毕竟 奎州城离着渔城上百里路呢 可是没想到的是 那天范家有亲戚 恰好在渔城 还就住在那个客栈里 还跟顾老太爷的房间相邻 被吵得一宿没睡好 还跟客栈老板反应过呢 杨如新顿时瞪大脸 这么巧 可不就这么巧吗 书洛激动的 拍了一下大腿 这下好了 顾家连反驳的余地都没了 那范家 怎么可能让一个家风不好的女人进门呢 这二话没说 直接就让亲事给推了 你说顾林能不火吗 她不敢去揍自己的爹 但是揍那个已经犯了错 被抛弃的记扫 那还是戳戳有余的呀 呵呵 没想到 竟然这么精彩呀 杨如新也感叹了一声 那是 书洛很兴奋的点头 就跟那戏文似的 比戏文还精彩 冯子兰冷笑一声 不过活该 我呀 得去给夫人上住相 估计是夫人在天有灵 要惩罚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呢 说着 骑匆匆地跑了 唉 董文秀也叹了口气 我去给你们做吃的 然后 别走了 杨如新摸了摸下巴 小书洛呀 那豆雪梅当初 可是表现得对你表哥 情深似海呢 怎么可能同意嫁给别人 难道 已经不是完毕之身了 啊 书洛诧异了 表嫂 你这想法 有问题 杨如新微微挑眉 没问题 书洛急忙摇头 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肯定就是跟表嫂想的那样 我立刻就送信回去 让人查查 就算那豆雪梅 还是完毕又如何 也能给说成不是 还说不介意 这不还是吃醋了吗 不过 豆雪梅 也是活该 小书洛 你越来越可爱了 杨如新说着 摸了摸书洛的脑袋 小嫂 我都十八了 书洛很郁闷 没成亲的呢 都是小屁孩 书洛满头黑线 好了 说说豆家吧 这么大的事 难道就顾林回家闹了一场 就拉倒了 豆家怎么可能 还跟从前一样啊 那顾林虽然是庶女 但是仗着家里哥哥和爹 都挺宠他的 所以在豆家的地位 一直挺高的 但是这次之后 那豆家人就原形毕露了 不仅剥夺了掌家的权利 还被禁足了呢 还有啊 那个豆老爷之前 只有一个姨娘 但是现在又娶了两个 去年进门一个 我们启程之前 又进门一个 那么多好妹妹 也够那孤林瘦的了 小书洛呀 你说 你怎么能带来 这么让人开心的消息呢 杨如新乐了 说吧 有什么要求 只要不过分 表嫂都满足你 真的 书洛顿时眼睛 开始冒绿光了 你别跟狼似的 杨如新嫌弃的 白了他一眼 表嫂 我就想要一只 有灵性的鹰 就跟小黑那样的 书洛一脸的讨好 虽然表哥表嫂 都是用鹰 来跟书家联系的 但是那鹰毕竟 不是自己的呀 杨如新抬眼 看向书洛 小黑你就别想了 就算我给你 也养不住 表嫂 我知道 所以我不敢奢求小黑 书洛露出了讨好的表情 我说的是跟小黑一样的 好吧 小小黑有个小弟 虽然不是海东青 但是 也是难得一见的声音 我送你了 谢谢表嫂 你真的 太好了 书洛感动的都要哭了 行了 你别恶心我了 这几天 就让小小黑带着他 跟你熟悉一下 向来也好 跟你一起走 看你眼睛都红了 赶紧睡觉去吧 晚上他们都回来 咱们一起吃饭 是 书洛对杨如新的话 现在可是言听计从 转眼到了月底 杨如新给三颗豆子喂饱了 这才带着彩琴出了家门 朝着三叔祖家走去 今儿是杨如林相看的那个姑娘 过来认门的日子 因为已经修了石桥 所以向着进村 不需要绕大路了 直接穿过石桥 就到了村口 夫人 你看那是不是 连锦书 刚上石桥 彩琴就指了一下前面 杨如新抬眼看过去 果然 前面走的 还真是连锦书 不由地皱了眉头 这个人来村里 来得倒是琴 也就在这时 连锦书竟然回了一下头 也看到了杨如新 急忙停了脚步站在路边 显然是在等他 杨如新的眸光闪了闪 老白那边还没查到这个人的消息 我也不好定义 这个人的好坏 也就只能平淡对待了 所以脚步没停地走了过去 劝过夫人 连锦书在杨如新走到跟前的时候 请望抱拳行礼 连公子客气了 杨如新微微汗手 直接往前走去 显然是告诉对方 打过招呼即可 不需要攀谈 可惜那连锦书似乎没明白 杨如新的意思 竟然跟了上来 夫人这是去哪里啊 杨如新停住脚步 一脸奇怪地看着他 我是这个村子的人 我去哪里都合理 要是连公子 跑到我们村里来做什么 连锦书顿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去看李叔和李婶 你倒是挺孝顺 那就不打扰梁公子了 杨如新笑了笑 说完静止走了 连锦书这次倒没再继续跟着 只是看着杨如新的背影 脸上的笑意慢慢淡了下去 眼里闪过一抹复杂的光 不过很快垂下眼帘 再次抬眼 已经没有了一丁点情绪 依旧是温和的样子 转身朝着小谷东村而去 此时的三叔祖家 可是真热闹 女方的人已经到了 女方是董家村的董武福 跟杨百福的媳妇董红妹 是一个村的 董家村基本都姓董 真要算起来 都是沾亲带故的 不过就是个远近的问题 董武福家跟董红妹家 早就出了武福了 要不然 三叔祖也不会同意这门亲事 村里说亲都讲究打听 打听对方家里的人员 品性之类 如果有了名声不好的亲戚 那影响就大了 哎呀 星儿来了 快进来 姚春琴在杨如心一进门 就看见了 琴猫迎了出来 琴儿最高兴的就数她了 这个董武福 是她的嫂子给介绍的 她也过去暗中观察过 是个好的 虽然董家的条件一般 但是自家又不差口吃的 只要人好就能接受 一定帮我好好看看那姑娘 你眼力 伯娘的眼光肯定不会差 明年估计啊 就能抱大孙子了 哎呀 你这丫头 姚春琴顿时笑了起来 见你吉言 说着 拉着杨如心进了院子 现在天气还挺热的 所以大家都在院子里坐 女方那边陪着董武福过来的 除了她的爹娘 还有她的二叔二婶 另外 还有一个身材有些圆润的女人 姚董氏 也就是姚春琴的娘家大嫂 娘家跟董武福家是邻居 也算是这次的媒人 杨家这边则叫了村长夫妇 还有四弟杨国福两口子过来陪着 大家看到杨如心进来 都笑着过来打招呼 董家的人却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虽然之前没见过杨如心 却也知道她的大名 不仅有钱还能干 而且还是皇上封的大官 大家都坐吧 星儿今天来呀 上她陪着武福说话的 林小玲急忙招呼大家坐下 然后看向了杨如心 星儿啊 武福在屋里呢 屋里的董武福 此时正紧张地坐在炕上 虽然旁边跟着熟悉的姚丽夏 但是心里还是很紧张 毕竟杨家对她来说 已经算是大家族了 她担心人家看不上她 姚丽夏就是姚董氏的闺女 跟董武福自小就熟悉 此次陪着一起过来的 姚春琴找了三弟杨国威的闺女 杨如画过来陪着 此时那姑娘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屋里只有董武福和姚丽夏在 武福 我跟你说 你要是能嫁给我如临表哥 那可就算是掉进福窝窝里了 姚丽夏语气里带了一丝羡慕 我表哥不仅长得好还能干 家里天天都有肉吃 而且我姑姑姑父人可好了 只要你不来肯定会对你 跟亲闺女似的 顿了一下稍微压低生意 而且我告诉你啊 表哥将来可是杨家组长的接班人呢 陛下我知道如果我能嫁过来 我肯定好好干活 好好孝顺老人 董武福揪着衣角点点头 可是担心人家看不上我 你该知道我家的情况 我家里之前为了给爷治病欠了债的 虽然今年已经还上了 但是日子过得紧吧 根本没能力给我值班嫁妆 杨家这边给了十两银子的聘礼 正好够给大哥取亲的 爹娘虽然也心疼自己 但是却不能不要聘礼啊 女人收了聘礼却没嫁妆 再婆嫁 那是直不起腰的 那些都不是事 姚立夏摆了白手 我表哥自己能挣钱 不会在意你那点的 董武福顿时羞红了脸 杨如心没进去 在外面听得津津有味 对这个姚立夏 还有这个董武福 倒是有了几分好感 心结你来了 就在此时 一个女孩子兴奋的 从外面跑了进来 正是杨如画 杨如画是三叔祖的重孙女 杨国斌的小闺女 这杨国斌也挺不容易的 媳妇当年生大儿子 杨如武的时候 就难产伤了身子 原本是不想再有孩子 但是不小心又有了身孕 那女人不舍得孩子 结果在生闺女 杨如画的时候 没挺过去 小如画一出生就没了娘 不过好在家人帮着 包括媳妇娘家人那边 也会有所照顾 所以两个孩子 如今也算长大了 去年还都去了学堂认字呢 杨家人的相貌 一直都不错 这杨国斌是浓眉大眼 高高壮壮的 一直都有人给她介绍女人 可是她都没答应 生怕后娘虐待孩子 如今虽然年纪又大了一些 但是在建筑队里做小头目 每个月的工钱不少 说亲的人就更多了 听说还有的是黄花大闺女呢 画儿 才一天没见 又漂亮了 杨如新很喜欢杨国斌的 这两个孩子 心思都很纯正 这就很难得了 杨如话一听 开心得不得了 摸了一下头发 这头花是雪儿姐给我的 好看吗 嗯 好看 画儿漂亮 戴什么都好看 杨如新伸手捏了一下 对方胖乎乎的小脸 屋里的两个姑娘 听见了外面的动静 急忙起身走到了门口 姚立夏是见过杨如新的 知道她没有架子 所以很开心地喊心结 但是董武福没见过 显得有些局促 这就是未来的小嫂子呀 长得还真是好看 杨如新收敛了身上 所有的灵力气息 笑着看向董武福 如林哥真是好福气 董武福顿时有些受宠若惊 只是却没说话 因为她不知道 要怎么称呼对方 你干了如林哥比我大 你就叫我星儿吧 杨如新十分随意 星儿 董武福欣喜地叫了一声 转身进了屋子 拿了两块帕子出来 给了杨如新和彩琴 每人一块 是一个是我自己绣的 不好 你 你们 别嫌弃 她知道 彩琴是杨如新的丫头 但是觉得不给又不好 但是不知道这样做 是不是坏了规矩 彩琴看了一眼杨如新 你性子跟小辣椒似的 适合红色 杨如新自己拿了一块淡粉色的 将眉红色的给了彩琴 展开一看 倒是惊讶了一把 双面绣 还是一面绣 就是帕子两面的图案 是不一样的 嗯 跟我奶学的 我奶去得早 我就学了个皮毛 董武福说起来 眼睛亮亮的 我奶的手艺可好了 你绣得很好 这样的手艺在乡下 还真不多见 杨如新抬眼看着董武福 除了帕子 你会不会绣屏风 董武福点头 会 会的 两个月的时间 你能绣个什么样的 两个月 可以绣 两尺剑方的凤川牡丹 凤川牡丹 算是比较复杂的 杨如新点点头 这样 以后我让人将东西送来 两个月的时间 你赶制一张双面绣的插屏 给老人注寿的 图案 你自己看着设计 如何 我 董武福犹豫了一下 随机就点了点头 好 他知道 如果被对方看上了自己的手艺 那自己也就能挣钱了 也就不怕明年成亲的时候 没有嫁妆了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 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